其实她经生大伤的 何物业的意区 認同的時候要花一點點時間 去跟大家溝通協調 然後讓大家願意 一起朝向這個目標來做 荒島求生喔 我可能會帶縣長去耶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會去救他 這樣我應該也可以得救 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然後他也有很多想法 那因為他一路都是從設政背景上來的 所以他對於設政業務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了解 他會帶領著我們大家 就是朝向對的方向前進 我這司機 你薪水哪一天 最大的優點就是應該沒什麼缺點 下班了 時間暫停 聽說讀寫 聽聽音樂 講話就是交代一下事情 讀就是看看文章 寫的話就是 批改一下公文來計畫 合法初效流 無人的警察 輔助請示範喔 輔助請示範喔 完蛋了 邀請客 啊 獎金好少 我不會 我不行 我不知道 這超級討厭的 因為就是你根本沒有想要去理解 大家一開始已經都不會 那幹嘛不去問 聽見別人的內心在想什麼 因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們這樣就不用拆 然後也不用去 顧慮到說 我會不會講的 他聽不懂 當我用三個形容指揮 你現在幫你的電話 你會怎麼說 真的是在建立一個新的制度吧 然後所以有點像是 新秩序新制度 跟新的夢想 選秘書長吧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高 肉比較多 吃起來可以吃比較久 就是恭喜李俊科長獲獎 還是建議李俊科長 多吃一點飯 因為我還是喜歡你以前 胖胖肉肉的那個樣子 才比較可愛 可能我比較樂觀吧 超能力喔 我比較喜歡獲得一種感染力 就是我希望把一些正向的觀念 跟一些就是這些 對於事情不要那麼負面的想法 能夠感染給同事 大家都很期待會有一個醫院蓋層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回歸衛生所的生活 因為畢竟我們是衛生單位 要做醫療這樣子 我們沒有那個背景 大家很期待 但是又不敢 在沒有行程之前不敢放棄 因為我們都是在地人 我們好不容易爭取這樣的一個資源 然後可以造福我們自己的鄉民 雖然很辛苦 但大家都撐著 所以我還是很想鼓勵我的同事 對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加油 這樣 然後不要 不要哼 不要埋怨我 我們樹林主任在工作上 在接受新的挑戰的時候 他會抓住每一個機會 不輕言放棄 在變動中不斷地學習與調整 我祝福祝婷 知識就是力量 學習就是成長 遇到挫折的時候不氣餒 心不難 事就不難 心願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蘇婷 祝福你 那在這個工作室當中 你會覺得可以跟我分享最開心的時刻 最開心 當選模範公務人員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有耐性 或是說他們很 有人說過我EQ比較高 那工作室當中 有沒有最喜歡遇到H環 謝謝你 台東擔任公務人員 你覺得跟不同縣市 可能會有哪些特別的地方 或不一樣的地方 我以前在台北做的時候 因為台北它是一個大都市 人多 所以他們的人會比較專精 在某一項專業的東西 但是台東因為人相對比較少 那可是要做的面向一樣那麼廣 所以變成說一個人會要去煎不同面向的東西 聰明的同仁我們看過很多 可是聰明他又可以帶著同仁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同仁其實不太多 那蘇婷的特質就是他 有辦法把他的笑容跟溫暖 傳染給周邊的人 所以再大的壓力在他們執行的過程中 你就會覺得他就變好玩 那同仁就會沒有壓力 希望他繼續保持像他這樣子 就是聰明 但是願意努力 又願意跟大家一起成長的特質